最后录影的结果放在论坛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你就自己加一下 在这个位置 理论上如果你有加进来 你点进来就会看到 每一次上课的那个影片连结 那基本上我会把它贴到这边 比如上个礼拜的东西 然后就会有一个完整的影片 上个礼拜的影片连结 会做一个YouTube的清单 然后你只要照着顺序 或者不一定照顺序 你就是把你比较不熟的地方 再repeats 因为像说很多同学每次都问一次 然后我再讲一次 那你下个礼拜又再问一次 我就只讲一次 而且每一桌都再问一次 当然我也不好意思说 同学你已经问过了 所以怎么办呢 你干脆repeats了 你在YouTube上面应该倒带一下 你再讲一次 再倒带一次再讲一次 除非说可能我没有讲到漏讲的 或者是说可能讲的不清楚的 不详细的 那你可以直接就上课再问 或者你上课不好意思 没关系 你就直接在YouTube下方也可以留言 你跟我讲说 老师你几分几秒的那个地方 我有点问题 那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什么之类的 那我会马上回复 OK 这样我觉得 应该互动性也会更高了 而且学习成像应该也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比较不会有距离的问题 而且其实说真的像这种东西最怕是忘记 程式东西 我说这样 你上礼拜很多细节可能忘记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影片再看一下就好了 你也不一定要 又再问我一次 问我 我一定要讲一次 OK 所以最熟的都我 OK 那我是希望熟的应该是你们吧 不是我 考试 我已经熟到不行了 但问题是你们也要熟 OK 你们要像我一样熟 考试就没有问题了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 然后 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也蛮希望 比如说我去上一些研习课程 我也希望那老师可以录影 然后提供给我 因为我说真的 我们上网我也都忘 有很多细节也都忘了 可是他没有录影给我们 我回去我自己也有忘了一些东西怎么办 我要重来再串 那花的时间更多 倒不如看一下 而且这东西其实说真的 做对一次就好了 你不要乱试 你怎么乱试 倒不如你做对就好了 OK 你乱是没意义 就浪费时间而已 而且你会越试越觉得心烦 OK 好 那所以这边的话 大概会有个连结 你可以直接点击 那YouTube的影片 我想观看 大家应该都没问题 甚至你这东西可以在手机上 可以在平板上 可以在电视上 你可以坐在沙发上面 也可以重听过也没有问题 OK 所以之后的影片 如果你还想要收到的话 那你就自行再加到论坛里面 就这个网址 OK 特别注意 让我知道一下 就是如果你要加进来的话 我底下有说明 就是你要申请成员资格 然后告诉我你的 如果不知道你们有座号 或者是你的名字 然后申请原因 你就大概写一下 比如说要复习 OK 这样就让我知道一下 因为我这个论坛是没有公开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让我知道你是谁的话 那我也无从查检 因为我顶多是知道你的email有信箱 我不知道你是谁 所以之前有把同学退信 是因为他们没有填写那个 就是让我知道你是谁 像这边有一个成员 那他也许 这是谁 有吗 OK 如果没有 那OK 那我就直接申请核准 我就没人拒绝了 不然的话我理论上应该直接就退信 所以如果要有同学退信 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不知道你是谁 那我还要再去查是谁 那很麻烦 不如你就直接告诉你是谁 那我有名单 我就直接把你加进来就OK了 那也就如果你加进来的话 每一次上课我只要贴到这边 这个信件也会转到你的信箱里面去 OK 就大概这样 那我也方便 你们也方便 主要是提供给各位 回去可以再复习的机会了 OK 好说明一下 再来就是说每一次上课的这个程式 也会放在云端白板 所以你们也可以点击上一个礼拜的这个环境 然后再来就是第二单元 我们有讲到第二单元的那个基本语法 和那个结构控制 那上个礼拜的部分 我们讲到这个设定 所以Python怎么装 一样就是把它下载 那理论上呢 如果你今天来 在你如果没有换电脑了 你就找到那个你的低碟底下有个Python Eucalyptus Python 然后另外有这个 这两个东西 也就是上个礼拜的东西 你不用再重做了 打开其实就OK了 所以打开然后点击它 其实我这边也是还原 但是它这个环境不会还原 你设定过了 它会记得 只要在低碟底下就好了 你不要放C碟 C碟来这两个东西都不见了 那打开来之后的话 它第一个会问你说 那你的那个什么 你将来的专案 还有那些程式要放哪里 那个叫Workspace 所以打开之后 它会问你说你放哪里 那因为我放这个路径 我记得应该是放在低碟的 这个低碟的Workspace 这个 里面的话会有一个Tesl 然后Source SRC 就是我们之前写的程式在这边 OK 所以你把它直接打开 那它一样会帮你载进来 大概就这样 所以如果你将来换一部电脑 你就把这个Workspace 把它备份到你的随身碟 然后你换一部电脑 你就再把这个 这个目录再抠到那一台电脑 这样就OK 所以基本上就三个东西 不然你就备份的话 就备份一二三 有没有 然后你就把这三个 再复制一份到那一台电脑的低碟 那不管你哪一台 反正下一次都OK 就一样 就可以恢复了 那另外的话 当然你把它打开之后的话 大概需要再检查几个地方 包含就是说 确认一下 你的Equibus 它有没有正确的指向 这允许一下 因为它要防火 然后再来就是说 有没有指向正确的 那个Python的路径 怎么知道有没有指向 第一步 这个把它show later好了 OK 就把它关掉也可以 然后第一步就是先检查 你的那个路径 最重要是Equibus 有没有真的找到那个Python的 韩式库的路径 就是这个 我们这边有个Python的3732 所以你可以从Window 这个Privacy 这边 你可以找到 这边有一个PyDiv 里面有一个叫Interpreters 然后Python的Interpreter 主要是这个 主要这个路径有没有 如果里面空白 底下没有 好像这样子 没有的话 那没关系 就New一下 你就再Browse 再去找到什么呢 再去找到那个 就是我们的低碟底下的 刚刚讲的这个Python的3732 那个那个目录 然后呢 指向到它的EXE 这个 按开启就可以了 那OK之后的话呢 它一样会帮你载进来 这些韩式库 DL LIB 然后还有一些Size Package 就是从网路上 帮你抓下来的一些Package 然后按OK 这样子Apply 第一步就完成 第二步还记得吧 我们一样 同样的位置 有一个叫General 这个General里面有个Workspace 那本来是MS950 这个会造成就是你中文 输出的时候会发生错误 那怎么办 很简单把它改成Other 这边再改成UTF8 那就OK了 你这个环境呢 基本上你在RUN就没有问题 所以上礼拜最后讲到像BMI 我是建议回去 你可以把它再稍微改写一下 输出的话 比如说就计算什么 请输入体重 比如说体重我就输入 OK 然后输入升高 那最后的话 希望看到的就是BMI 冒号 所以BMI 这个要拖曳四元 冒号 这边有一个换行 评语过重 OK 那这也是像这样的一个练习 所以请各位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 再稍微重点回顾一下 那今天的话 我们要接着来看那个其他的题目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第一步的话 还是先把那个环境设置熟悉 基本上这个懒人包的好处 我觉得就是 它基本上只要免安装 你就把资料价放放放 然后下一次即便换一台电脑 你也可以很快的 就可以开始撰写程式了 你不用花太多力气 在一直在安装一些什么软体 我觉得这个方法 目前用起来我觉得还蛮顺的 那当然书里面也有教一些其他的那个 Python安装环境 不过我倒不推荐 不过你们也可以试试 因为像那个有些书里面是教 安装叫那个Aka Honda 就是如果你们其他老师教的话 可能会 但那个东西第一个 你要安装的时间非常久 那个装起来 有时候四眼跑一下 安装就跑了十几二十分钟 都还没装完 第二个是说 它会装非常多东西在你电脑里 是非常多 至于装什么东西 其实有时候你如果新手 根本不知道装了什么 那如果你下一次再来上课 你可能又要再装一次 又要再跑一次环境 我觉得这还蛮浪费时间的 那这一套软体的好处是 它不用安装 第二个 它其实档案也不大 大概顶多一两百Mbps吧 你就把它随时也许 你就放在随身碟 如果需要 你就把它抠过去 那你如果要开始钻鞋 直接Python 马上就可以过客了 也就是说 它不挑电脑的啦 OK 所以以后你只要 任何电脑 甚至有一些电脑 像金融业也蛮多 是不能帮你 不能安装的 那不能安装没关系 你拿这个放在那个 电脑里 那因为你没有经过安装 它一样可以执行 一样可以跑Python OK 所以这个方法 我觉得导是还蛮不错的 一个撰写Python的一个方式 所以请各位先把那个上个礼拜 第一个环境设置稍微把它恢复 第二个的话呢 再把上个礼拜讲到那个BMI的题目 再稍微复习一下 好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 就是后面的其他练习题 好 OK